元素 各位廉 defens知 territor各位觀眾要找 我又來到 你鳳凰迷的時間 我是何懷甄 昨天來大盤呈現 中廠還是上掃 找盤的時候當然稍微疊一下 在禮拜一呈現開高走過大 бан 257點 當然這邊來講稍微回來一下 降溫一下是應該的 但是從昨天的盤勢來講 雖然沒有大漲 但是它更可以告訴你盤面的方向 就很明確啦 因為今天剛好是禮拜三 禮拜三當然今天肯定這行情就拉高結算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外資就是持續買買多單 所以這邊來講 當然這邊來講不是叫你去追這些股票 這種股票都不值得你去追 因為它有它的一個槓桿的操作方式 但是你有你的選擇 因為每次這種 反而那種拉高指數對你來講 你荷包沒有什麼特別的幫忙 你反而去想想看在指數拉高之後 有什麼股票相對比較一下 它的未來性戰 因為你要第一個你要能肯定 不要老是跟我講說這行情漲太多了 9000點的行情很高 我一直跟你講 你好好去仔細想想看大盤9000點 有多少股票根本就連 大盤7000點位置都還什麼 還沒有來的也很多 真正漲的股票這波完全是外資漲上的股票 那當然這地方來講 你擁有這些股票持續漲了倍數之後 那當然替你趕到什麼 你趕到按個站字啊 當然是賺大錢 但是很多人並沒有跟上 因為這次融資水位 就這麼妙持續的下降 代表散戶朋友這邊還沒有參與 但是這邊有個好的現象在哪裡 這個地方開始投資朋友開始有動起來 因為這一次你仔細看一下昨天的大盤 上漲到最大中漲是9點 但是實際上它真正有漲到的股票 是中小型股在出頭天 那中小型股又有個好的處在哪裡 它最容易讓你加倍奉還 它最有機會讓你加倍奉還 你只要有機會逮到那種下跌的過程裡面 買了它漲了一倍兩倍三倍 又不佔指數空間那最大 這邊來講 但是昨天漲停買股票 這個地方你不要去做罪 我是說從昨天的上漲 上市加上位漲停買的加速 總共應該有10加 大盤不過是漲了9點 量還不到600多億 所以這行就對了 我就跟你講說你千萬記住 這行情沒有千億量以上 你千萬不要看壞 千億量以上 包括一包的融資水位 一定要增加上來 都沒有嘛 所以這行情來講 它怎麼跌 你都是試買不是賣 選擇一些未來會最少什麼 一個補漲行情 像4、50%補漲行情的股票有沒有 單單這波的行情來講 在表現蘋果概念股裡面最漂亮的 實際上是可乘的 雖然昨天是跌的 還在264塊 264塊 它近期在9月8號除錢 洗之前 你買進的話你通通賺錢 最好這檔股票 近期它的漲幅最少是所有蘋果概念最大 從200塊就告訴你一張都不要賣 持續你給它三個月的時間 它每一張最少幫你帶多少錢回去 都50塊以上啊 到現在最好還都還64塊 實在不止了 我講話都比較保守一點 不止50塊 實在原則來講 這種股票早就已經還原全息 你買200塊的人通通一張都可以帶70塊回去 那等於乘以10張或70萬 往後看三個月 而且實際上它也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點 它的發動點就是一兩個月而已 所以回過來這種股票有沒有像可成 讓你再一次從低檔買上來的機會 複製可成上漲的經驗 當然是有 很多 就是它相對還在低檔區的一檔股票 昨天剛好這邊要跟大家報告 剛好沒有講完 就是一檔就是上癮 沒有錯就是它 我覺得這檔股票你要很感心的 不要說老師這上癮跟蘋果概念股沒關係 關係可大了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一直在最擔心的 台幣會不會貶值 台幣會不會再升 台幣坦白這樣要升的空間有限了 坦白跟你講真的 那你說老師沒有往上升息的空間 外資會不會退場 它也不會退場 所以這就是最好棒的地方在哪裡 沒有升息的空間往上 台幣不可能在什麼持續的在升息 這升值 但相對 稍微回比一下 是在對我們的企業出口是好的 那很多股票之前 那個就是因為台幣的升值 所以引起了什麼 沒有辦法有 有一個匯兌損失嘛 不好意思 台幣稍微扁一下 這些公司在之前 因為受台幣升值的影響之下 被打壓的其中一檔 就是上癮 上癮 這張股票有好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來講你要仔細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這張股票十一上 近期你如果看的 你如果看短線的話太短線的話 你會想說這張股票從今年從104塊漲到 漲到179塊 我是告訴你回測這個156.5是買不是賣 為什麼原因現在融資的水位只有4800多張 在昨天來講它都還在減少 它是歷史的低水位 那當然股價不是歷史的低水位 因為它這家公司實在平常 它是以前是非常熱門股 融資水位一般來講是11000張左右 大概11000到12000張左右 你去看它這幾年來前三年的資料都是一樣 尤其在這個地方這個高檔區的時候 融資水位最少都有一萬張 到現在只剩下一半不到4000多張 而且這個4000張如果回過來 是它在這個地方啟動點 啟動點 這個99年這個地方啟動點 從這個低檔區開始上來的融資水位 你自己去調資料 50塊以下的位置 它大概融資水位在4000張以下 不是常常有的 現在經過這麼多年12345年了 它現在回到這個地方到現在從104塊漲到 漲到曾經近起來到179塊 實際上它融資水位近是一路的還在歷史低檔地區 還在4000多張這種股價說實在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你如果給它一點時間報一下 如果你那時敢報在400塊300塊的上銀 這個地方你反而要把那個氛圍拿出來 不過請問你 這張公司為什麼融資水位這麼低 因為散戶你早上已經投降了嘛 去買別的股票 這不是如果融資水位一下子很高一下很低 那這很可怕了 融資水位一下很高 那當然代表一定有特定人士在做操弄的動作 好像用這樣這兩個字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太強烈 但是真的就是有人在做動作 那也不是一般的散戶 但是它持續性的融資水位 穩定的成長 往上大幅度的成長 你覺得那個是那個什麼 大幅度的成長 那當然什麼 相對股價上漲一定什麼 有人賣給你嘛 但是長期性的從一檔股票 從這個地方三四百塊一個一檔上銀 跌到這個地方 融資水位剩4000多張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 代表很多人都斷頭已經賣掉賣掉了 所以這家公司 反而如果你手上還有的 我一直跟你講也恭喜你 因為現在目前來講也只有這種股票 如果你不嫌可疼很慢 你往後看一至三個月 我跟你講真的這種股票真的說實在 就是台股未來大盤 不管你不管它漲跟跌 現在大盤要跌的機會根本難上漿 我跟你講說大盤現在9000點根本 實際上根本跟以前台股在7000點的位置 根本沒兩樣 融資水台1300多億 我請問你 你要買什麼股票 你要買什麼股票可以賺錢 你說對呀 這就是很難的地方 所以我才告訴你買這種股票 給它耐心等待 你就不會吃虧嘛 這個上癮來講 最重要我也在8月底的時候 持續告訴你 目前是沒什麼特別大漲 但是我請問你156.5那個地方 有沒有再跌破 沒有 它是一個 暫時它從低檔翻揚之後的 回檔做修正 所謂進三推二 這種股票真的說實在 如果你逮到金融 你要多賺一點 這地方真的是破斷的好買點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來 166塊會不會再來 對我來講 當然我們會員成本去 待在這個附近 我跟你講你參考一下 不是叫你一定要買 但是你現在真的說 你沒什麼股票可以選擇的嘛 叫你去買可乘 你說老師我已經賣掉 這麼慢了耶 那你現在再回過來 三個月前你去買可乘 你會不會嫌它賣 你說不會啊 我願意抱住啊 最好總是有錢賺嘛 你現在給你的錢 白銀行100萬能拿多少錢 1萬塊利息 到年底 1萬塊 你買個可乘 你把這100萬投資它5張就好了 它帶給你 最少一張毛5萬塊 那5張不是25萬 25倍耶 那同樣你要把那種氛圍拿回來 不要說這行情這麼一定要 好像 好像不能做動作 實際上行情就是跌不下去 它曾經也跌過 它前一段時間在中間之前 跌到8,900而已啊 對啊 你說老師怎麼只要8,900 我哪有摘 它就很厲害啊 代表什麼資金行情 它的引爆 就是錢太多了 所以你不要去預設立場 持續漲到 什麼時候看到量放大到 1000以上 它才會做一個中斷的整理 而且還不見得會大跌 我跟你講真的 中斷整理 那個時候才是什麼 才是讓你重新有一次 好的一個重新再買在低檔區 如同今年在7627的位置 不是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你能持續只能買一些什麼 後來居上可以先持得的股票 這種股票會漲最大 因為在指數空間不大的情況下 就是中小型股在出頭天 還有業績已經進入到什麼 它以前就受壓抑 那現在進入到第三第四季 持續漲它都有成長性 那當然上瘾是其中一檔 你給它耐心等到 而且不小心 我跟你講 近代你突破這個地方 這種股票突破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這種股票不是很簡單的 因為如果以等據來講 你會想說 那179是不是高點 它絕對不是高點 你短線要賣賣高一點 但是為什麼不是高點 你仔細看嘛 它這一波行情 是從這個小波段 從8月11號這個地方 開始做啟動 到179 總共漲了29塊5毛 好你加回去 如果這個地方是 我告訴你它這個是底部 目前當然我是對的嘛 你加回去29.5嘛 它的高點一定創新高 你要賣再賣一趟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是投資朋友 有時候你想 如果這個股票 你知道它的目標會在哪裡 為什麼一定知道 因為相對來講 大盤就不會跌 你要先能接受這件事 如果你一定看大盤跌 那我跟你談不下去嘛 那現在你要去買大力光嗎 不可能嘛 你要去買可成嗎 不可能嘛 台積電不可能嘛 那你要買什麼股票 你要投資 你一定要投資啊 可是你的錢會變得很小很小 你擺在任何地方都會通膨的 這不能開玩笑 所以要強迫你去做什麼 去做投資 那最好的賺錢的 在購得的地方 就是股市 金融操作 所以金融操作 你看上銀來講 這張股票 它毛利率實際上 也有35% 目前的本益比來講 也蠻低的 25倍而已 你說哇 25倍那種低 你要知道它是什麼 它是機器人工業 工業電腦這個區塊 未來它這個夢是無限的 你也知道現在很多人在罷工啊 各方面 罷就要罷啊對不對 大家都在罷工啊 人力都要提高工資 你想那個機器人會不會罷工 絕對不會的嘛 這就是個問題 很多工作人家已經開什麼 會自動化設備 那這個上銀 以前為什麼它可以漲到400塊 因為它本身是全球第三大的 滾珠螺桿廠 核線型滑軌廠 所以這家公司是全球第三大的 包括目前它的自動化的 複合的成長率是7.75% 到年底都可以達到10% 這個區塊你也知道 你可以肯定機器人 會沒有未來的黃金10年 一定肯定有的嘛 所以相對來講 這家公司本身在6月份的營收 你要注意它6月份營收是創歷史的新高 毛利率也持續在提升到35% 然後目前它的汽車丁組件也有打日 日本的豐田賓士便當這種大廠的供應鏈 這家公司本身 目前又進入它的什麼 包括7月8月 你仔細看一下7月8月它營收是持續還在什麼 相對比較 比較同期都是還是穩定的成長 這種概念是什麼 稍微台幣秉一下 以前是受制於台幣的升值 所以它沒有辦法大幅的成長 那現在稍微台幣只要不升 反扁一下 你覺得這家公司會不會加倍奉還給你 搞不好不小心 我不是push你要去追高 我現在跟你講說你手上如果 因為這張股票基本上 很多人套牢在高檔區都賣光光 或者是說如果你真的這個地方已經留下了 這個地方 它會不會展開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這個我們可以值得再觀察再研究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因為這種節目我真的說是好心跟你講 真的說是有時候 怎麼樣好像我們在預設行情 我是跟你講 我沒有叫你去買進 我只是說你手上有的 你覺得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當我們會員的成本區 我們就跟你講說在這邊 所以說相對如果這兩天大盤有個回來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跟你講的 要不要探起來短線 謝謝我一聲 我也是替你感到很高興 總米那邊每天 幾乎見面看人最中 買什麼好嗎 一下大盤漲還是要跌 昨天看大盤又跌一下 總算跌了 不小心大盤漲真可惜又漲了 怎麼每次都是漲了 怎麼都不會跌 真的跌的時候你要買什麼股票 我問你 所以這個地方去開 你要把尋果擺中間 就可以了 選出什麼未來會讓你什麼 大盤漲它還是要漲 大盤跌它也是你的避風港 就好了嘛 還是持續漲 就是要選擇一些未來爆發力的成長性的股票 給它耐心等待就好了嘛 那如果你要快一點 這張股票說出來蠻快的啦 就均豪啊 你看外資已經在買回來 我有沒有救你的均豪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昨天均豪跟你講真的 開盤直接開21.55 你賣在跌底買誰還給你啊 我怎麼跟你談的 我說在均豪我早就帶你賺錢 我把我如果不小心這張股票 未來我都不認為這25.8是它高點 為什麼 你自己看嘛 竟然外資從這高價股買完之後 買到哪裡 買到低價股 均豪昨天大前天 禮拜一大幅度的 開始在做一個買進 所以這種股票真的說 我認為也是你為了一個很好的依賴的靠山 就這些 那你說老師好可惜喔 我在15塊那邊賣掉 18塊賣掉不敢買 那這種股票真的回不去 竟然就回到一個20塊21塊左右 我認為那個都已經很好的買點 就這樣子 那今天是跟大家報告的方向 因為今天行情真的說的肯定 也是一漲難跌 但是巡股上是越來越困難 你要小心再小心 如果這個地方肯定我們的操作 我們現在給你一個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說 你不是缺乏抠訓 你缺乏是一個專業人士 帶你什麼 有總統級的服務 因為目前來講 你要加倍奉還 如果單單不是靠 沒有人領先提醒一些什麼 那個妹妹告 消息面 股票會長一定有一篇 謎的題材 領先在做報告 那你要領先去了解它 你就賺得到錢 這種股票哪一檔股票 不是後面都是有利多在後面 所以你信得過我 那我們鳳凰團隊幫你 誠誠的做把關 一樣穩賺中秋 因為中秋節你沒賺到吧 這個地方一樣 我們只收你一半 在月底之前 你好好把握總統級的禮物 禮遇 我們帶進一定會帶出 用電話一對一的通知 讓你重點是跟對一檔 就夠了 一檔就夠了 什麼如同在均號 在15塊的位置 我手上今天準備了一檔 12塊左右 你也不要問這麼多 反正會讓你賺錢就對了 有處也把電話撥通 不小心會讓你限滿現在 而且不要加倍奉還 那邊來講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星期一 星期一 Pretty Walk 星期三 Easy Walk 星期五 Lazy Walk Sanreal Walk Fun 幾點送 用你喜歡的方式 Walk Heart Walk Fun 還有療癒的搖頭公仔 下班你要浪漫喔 幾點只要7-11 給家人的每道菜 都要健康天然 我選奶酥可用的 康寶鮮味炒手 含有香菇玉米海鹽蔗糖 帶出食材自然清甜 哇 好清甜 吃我的 康寶奶酥鮮味炒手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庫 在您面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庫 亞洲頭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預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汽水地點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險的舉動 第三招 湖泊溪流 汽水需特別小心 第四招 不落單 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 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 不可在水中嬉鬧 第七招 身體不適不下水 第八招 不要長時間泡在水中 第九招 氣候不佳不下水 第十招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 教育部關心您 日本新誕生 LUX無繫靈精油洗髮 打造柔順指髮 和空氣彈力髮 日本熱賣 LUX無繫靈精油洗髮 雪印市場No.1 征選明星寶寶開始囉 動動奪募してね Yuki Jilushi Yuki Jilushi 又歡迎第2個單元 那當然接著來講 這部行機在漲什麼股票 就是中小型股跟低降位股 那是真的出頭天 我跟你講這是很難得的一次 十年才一次 不是常常有的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這次真的漲到低降位股 你可以買很多 包括什麼 你可以從逢低做買 給它一點時間 一樣往後看一至三個月 我跟你講你真的不會吃虧 我是常跟你講說 像這檔均豪來講 以前 這檔股票近期曾經跌過 在9月12號的時候 9月11號那天 它是跌停板 開盤就一架到底 但是我怎麼跟你談 我一直跟你講 這檔股票你不要擔心它 尤其在隔天的時候 它回到這個剛好這個長線 所謂的季線的附近 打一個大底 這個是長線的一個難得 極點還漲極點 它已經多頭隔絕股票 你沒有辦法跟到這個邊 實在很多人說 這檔股票漲很多 但我覺得為什麼 你每次都說股票要漲很多 它這檔股票實際上不過才漲 今年才漲什麼不到一倍 它今年最低點是13.4 漲到25.8 為什麼說這個25.8 我都不認為它真正的高點 因為它連漲一倍都沒有 如果說常跟你講 很多股票是漲一倍 兩倍三倍那太多了 那我沒有叫你去追 那種股票真的說是 你反而就看看就好 你要重新去打造一檔股票 有重新什麼 做第一檔 給它一點時間 漲了五成還有五成 那才有一倍 一倍之後才有兩倍才有三倍 你這樣你的一百萬才可以變三百萬 三百萬才有辦法 才成為一千萬 當然你說這個時間需要什麼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成 你要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股票它啟動它低檔之後 它需要耐心等待 它的突破點 就像這張股票實際上原則來講 它這次近期的最好的買點 不過就只有 就20塊左右啊 我那天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就在這個地方20.5 你看它有沒有來 它有來啊 你買了沒有 就在20.5 那時候我有跟你講20.5啊 對不對 你也看到這個地方20.5 是它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長線的支撐點 你買了不是通通賺錢 包括我昨天來講 實際上這一波均耗非常的強在哪裡 第一個它上漲有量 你也看到 第二個來講 大盤昨天開盤它是開跌的 你看它開盤逆勢就收紅 就開高了 開高走高喔 如果 呈現這個格 它開高是相對大盤強勢嘛 你真的 這個東西真的有時候 你要真的懂得看那個美港 大盤跌不要擔心它 大盤跌有時是給你什麼 你再次看到誰是真的誰是假 有時大盤在漲的過程 你常跟你講 就台 那盤天都全金條 你要殺就沒辦法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假 反而在大盤再回來做整你的時候 那個會真的出頭天的股票 才是未來你可以讓你 讓你閃貨朋友賺錢的一個什麼 一個好股票 這個均耗就是 這份你買的 你買賣這邊不重要 你賣賣這邊不重要 重要是昨天你這張股票 真的說實在 如果你手上把它砍掉 因為大盤跌你把它砍掉 那真的悲哀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這投資朋友 有時候你這個地方 你在看東西的過程裡面 你真的要看得很清楚 這張股票實際上昨天 K棒已經連三紅了 你也知道K棒連三紅 相對大盤來講 它是比大盤來得強 尤其這個地方 為什麼21.2 是這麼重要的關卡 昨天我跟你講 開盤開在21.5 那是非常強 你自己回過 我沒有跟你講過這個嗎 那時候我告訴你 在這個地方還沒有過21.2 我跟你講說 你賣在這邊 你請問你要買什麼位置 你再回來 他有再回到18.9嗎 他不是一路向上 漲到25.8 而且這種股票有個特性在 我跟你談的股票 是那種漲停板的股票 為什麼你賺不到錢 因為所有市場都跟你講 要嘛跟你講 那些大跌的股票 跌頂買股票嚇死你了 要嘛跟你講一些 漲停板的股票 你要買買不到 要買就套了 我跟你談的東西 都能穩定可以跟上 你要賺點小錢 看節目的過程都沒有關係 你不要追高殺低 有時候一兩檔股票如果做不好 你一定要輕輕放下 我也會 但是最少我 十拿九穩的 什麼時候股票讓你失望的 就像這種股票有沒有 是不是給你漲上來的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我還跟你講24塊 實在是真的說實在 你不應該追高在24塊以上 短線來講 因為它那個是一個壓力 所以我都給你寫這麼清楚嘛 果然也來了嘛 低檔不滿 然後到高檔又追上去 那追上去也沒關係 我就救你一次啊 我告訴你這個20塊這個地方 的確它是回測第二次的黃金好買點 你要續一包就對了 那現在未來這張股票該怎麼規劃 我想這個地方我已經跟你講很明白了 等距離漲幅來講25.8 以這個樣的走勢方式 不小心給它再突破一點 我還要再加碼 那犧牲更不用講了 16.8 單單這檔股票你自己看看 白紙寫黑是給你寫這麼清楚 有沒有60%以上 花你多少個月的功夫 不到三個月的功夫 這種股票到現在都還低價外股 它早就已經漲了60% 100萬已經60萬放口袋 只要你願意耐心去等待它 7月中旬的事情而已 到現在說實在大牌還在9月份 兩個月不到 所以很多股票是漲了什麼 不知不覺的 不是一定要你的股票漲停板 你也同樣可以賺錢的權利 所以告訴你什麼 大盤植物空氣 現在一直都在這個地方不大 你要叫它等一下拿你去也有限 但它這裡面有多少股票 可以漲一倍兩倍的 你知道嗎 這邊來講 我希望說你好好去把握 我跟你談的東西 這些股票都續爆 那如果沒有 對沒有錯 我就要跟你講一檔 是真正它禁止目前在20塊 8月份的營收 創了今年單月的新高 我曾經告訴過你 這張股票你好好的做把握 這張股票已經量能再進來 沒有低檔區 沒有低檔區 那為什麼要告訴你這張股票 你自己想想看 它禁止在20塊左右 它股價現在才12塊左右 你覺得它這張股票值不值得 你好好的把它買進來 而且它今年真正的漲幅 從低檔區 漲到它進來高 人家13塊五毛附近 不過漲兩成而已 兩三成而已 所以這張股票連一倍都沒有 好好的保護這是回撤的好買店 跟我們做進場的動作 今天有興趣要操作的 把電話撥通 也祝大家操作的睡眠面見 work hard work fun 還有療癒的搖頭公仔 加班搖浪漫喔 幾點只要7-11 雪印市場No.1 征選明星寶寶開始囉 動動奪募してね Baby I love you 勇気地留心 超越大凡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亞洲頭部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部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部 亞洲頭部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自己的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主持人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日本新誕生 LUX無錫磷精油洗法 打造柔順指法和空氣還立法